三国第一谋士真的是诸葛亮吗? 如果依据三国演义来看,诸葛亮毫无悬念, 治谋必当第一,但按照三国制的话却未必。 本期视频我们就依照真实的历史做一期三国谋士大排名, 我们将三国中相对出名的谋士分为三个档位, 分别为T2、T1、T0三个档位, 看看真正的无双谋士到底有几位。 其中T2级的谋士共舞人,排名不分先后, 该级别的谋士战术有余,战略眼光不足, 只能为单场战役出谋划策,却缺乏一定的大局观。 一、徐述,在火烧赤壁发生之前, 曹操集团的众多谋士中仅有徐述看穿了诸葛亮的计谋, 其眼光独到可见一半, 并且一出场就让曹操集团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连续三次击退曹操大军,在战术上几乎做到了极致, 但在效力留备期间,从未有过战略上的谋话, 并且也出现了许多低级事物, 比如没能看出伪造的母亲家书, 没有意识到自己去许多解救母亲的行为反而会害了老妈。 二、陆逊,他是继周瑜, 鲁肃吕吕蒙之后的东吴又一三军大元帅, 并稳坐了二十多年的辅国将军之位, 但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一场战役即是火烧刘备的七十万大军, 这场大胜充分体现了陆逊在战术层面的水平, 但他终其一生都并未给出过任何战略层面的母话。 三、陈宫,他是曹老板的白月光, 也是最被低估的顶级谋士, 在陈宫还只是县令时, 就会掩饰珠, 看中了当时还在逃亡的曹老板, 却因一句宁叫我赴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赴我而愤然离去, 投到吕布帐下, 当时如同丧家犬的吕布在得到陈宫后就成了当时最顶级军阀, 先是偷袭眼周, 几乎偷了曹老板的主基地, 也正是从陈宫加入吕布阵营后, 吕布才被袁绍、袁树、刘备等争相拉拢, 但凡吕布听取了陈宫的计谋, 也不至于早早收场, 最终命丧白门楼。 四、郭家,郭家不死, 卧龙不出, 这句话有一定调侃的成分, 但也是网友对郭家实力的认可, 作为曹老板最忠义的谋士, 郭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往往是在曹老板举气不定的时候就得郭家出场, 为曹老板做决断, 当曹老板与袁绍不死不休时, 几乎全军上下都认为必败无疑, 正是郭家的时胜时败之论让曹老板玩儿一笑, 在临死前更是一计定辽动, 彻底解决了袁绍集团。 而当曹老板兵败赤壁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已经过世的郭家, 哭诉称,若奉孝哉,不恃孤之子, 不,寻忧,他是寻育的侄子, 在曹操攻营汉县地入许都后就败入曹老板帐下, 并多次提出关键策略, 比如曹操围困吕布十九功夫下, 起了退兵的心思, 正是寻忧献策水烟下批, 这才成功送走了吕布, 而在关渡之战早期, 严良文筹两员猛将都是被寻忧的计策杀死, 连奔袭乌朝等战术也是由寻忧提出, 接下来就是T1级的谋士, 共计四人,排名不分先后, 该级别的谋士兼具了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谋划, 但都没有达到极致, 距离T0级别的国士无双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鲁肃, 他是孙权乃至于东吴集团的顶级谋士, 其战略眼光甚至超过了周瑜, 尤其是在赤壁之战后, 鲁肃周瑜两人的战略眼光就出现了巨大分歧, 周瑜主张的是二分天下, 先除掉刘备, 与曹操分庭抗力, 鲁肃则则认为以东吴集团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独自与北方的曹操集团抗和, 他与诸葛亮的想法一致, 都是孙刘联盟, 共同对抗曹操, 而吕蒙也用身体力行证明了东吴集团 确实没有跟曹操集团对抗的能力, 因此鲁肃单论战略眼光还在周瑜之上, 二、 法正, 他是最被低伏的三国谋士, 其在刘备集团的作用甚至不输于卧龙凤厨, 在夺取荆州之后, 法正就在攻取益州的作战中捋出奇色, 之后更是眼光独辣地提出了汉中战略, 法正认为汉中既是益州的屏障, 也是刘备集团北伐的必经之地, 因此越早拿下汉中, 就在与曹操集团的对抗中占据先机, 除了战略眼光之外, 法正还能识遭, 他一手策划了定军山争夺战, 甚至可以说一手造就了黄中刀劈下侯渊的圣据, 直接拿下了汉中, 之后又在与曹操集团的汉中争夺战中提出持久战, 得到了刘备的财呢, 这才顺利击退了曹操, 可惜法正享年仅45岁, 如果他多活10年, 那刘备集团也不至于会遭受遗陵打败, 三,举兽, 他是行走的标准答案, 只可惜遇上了个文盲主公, 举兽是三国时期第一个提出邪天子以令诸侯的顶级谋士, 可惜没被袁绍采呢, 在关键的关渡之战前夕, 举兽就提出了不战之战, 认为袁绍根本不需要跟曹操开战, 只需要通过强大的军事, 经济实力耗死曹操, 并详细策划了一出名为三年提曹的方案, 但同样没被袁绍采纳, 到了关渡之战的关键阶段, 举兽又提前料定曹操会偷袭粮草, 并向袁绍建议屯众兵拱卫无朝, 可惜袁绍还是没有采纳, 可以说袁绍哪怕采纳了任何一条建议, 也不至于输给曹操, 而在袁绍兵败身亡之后, 举兽宁死不详, 让曹老板都不禁叹息河北多明事, 四,巡域, 他是顶级战略谋士, 眼光独到, 早在曹老板的创业初期, 就为其策划了统一北方的战略, 让曹老板能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曹老板外出攻城掠地时, 巡域则充当了后勤主管与人事主管, 多次举荐了包括国家在内的顶级人才, 正是在巡域的精准部局下, 曹老板才能顺利拉拢起一支拥有北方士族, 东汉官员以及数万的精兵猛将, 彻底奠定了曹老板的战略地位, 之后更是多次在关键战役中策划出独到的战术, 助曹老板早早占据了乱世的主动权, 最后就是替零级别的谋士, 共计刺人, 排名分线后, 该级别的谋士同时具备了顶级的战略和战术思维, 既能在大局观上做出长远有力的规划, 更能在战术层面做到同时代的碾压。 第四, 凤楚庞统, 本来庞统是没资格进入涕零的, 因为他出场没多久就死了, 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但是因为他能和诸葛亮共撑过龙凤楚, 因此能力上绝对是涕零级别的, 只是死得太早,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描述。 第三, 总有人说司马懿最大的优点就是活得久, 但实际上能在乱世之中活到73岁, 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最关键的是, 司马懿让诸葛亮成了他的背景板, 让丞相的六叔齐山无果收场, 并且司马懿还是当时最为隐忍的谋士, 不仅熬死了诸葛亮, 连曹操、曹丕父子都被他熬死, 这份审时夺势的功夫令人敬畏。 第二, 诸葛亮, 诸葛亮不应该排第一吗? 事实上, 如果诸葛亮只是军师, 那他无疑就是三国第一谋士, 可实际上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担任着至关重要的丞相一职, 被内政所拖累, 但也是因为他的贡献, 才让当时最弱的刘备集团有了与曹操集团叫板的能力。 但仅凭龙中队的战略养国, 为出茅庐就预制了天下三分, 足以看出诸葛亮的谋士水平。 只不过刘备集团疲弱的整体实力让诸葛亮疲于奔命, 既要规划粮草, 进军, 还要调兵前将。 如果刘备集团能多一名顶级谋士或是独当一面的大将, 比如法政, 关羽不死, 那或许诸葛亮就能三造大汉, 成为这份榜单上的榜首。 第一, 贾许, 他被称作千古都市, 还是三国时期的大满贯选手。 三十岁时笑丽董卓, 独打包括曹操袁绍在内的十八路诸侯, 三十五岁笑丽李却, 过四, 直接让王允丧命, 吕不窜逃, 三十八岁时笑丽张秀, 暴揍曹老板, 让曹老板的一夜春宵付出了长子曹王, 爱将点为的代价, 而在关渡之战前夕, 贾许又劝告张秀归降曹老板, 可张秀担心自己弄死了曹王, 变为会遭到曹老板的报复, 而贾许则坚信曹老板不会计较, 甚至还会大家封赏, 果然在张秀归降后, 曹老板苦于强敌袁绍, 对张秀十分厚待, 顺带还收编了贾许, 到了最关键的赤壁之战前夕, 贾许再次提出关键战略, 那就是维尔不公, 又是孙刘联盟那声嫌隙, 只可惜曹老板没有财难, 而在魏南之战中, 曹老板被马超杀得歌曲气泡, 险些丧面, 还是贾许献上离剑计, 让韩岁马超相互猜忌, 这才平定了大后方, 而作为毒士, 贾许几乎做到了对敌人算物一策, 并且每一条计策都十分毒烂, 到了曹操晚年后, 贾许又懂得明哲保身, 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参与任何事务, 最终还得了一个善终,